修世间法 成初世间佛 在人间 先要学入世法 知道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你明白了 你知道什么事物对社会有益 你要懂得什么是坏人 什么是好人 那你就是在修入世法 你在人间修行 就是在人间入世 我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才能慢慢地懂得这个世界 什么是好人 恶人和坏人 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先学入世法 从古到今 没有一个坏人可以成佛 成菩萨的 你们看看 观地菩萨成菩萨了 他是好人 他善良 忠义 对不对 坏人是不可能成为佛 成为菩萨的 你们要懂这些道理 人格很重要 人格会促成你的佛性和本性 我们学佛人在人间已经像佛 已经拥有佛的本性和佛性了 那么你就会助就你的人格 很多男人很有骨气 老婆再怎么样吵闹 他不会到外面去找别的女人 另外 有一些男人 表面上对老婆很好 可是经常到外面去玩女人 这种男人就是没有人格 学佛要注重实行 就是实实在在的修行 你不能假装的 假的 没有用 你们坐在师父下面 如果你们是假心假意的学佛 一点用都没有 白白浪费了时间 菩萨都不会来庇佑你们的 所以学佛要注重实行 讲再多都没有用 你们要记住师父的一句话 你们学佛的人讲了半天 我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讲 那是没有用的 你们去看大法师 大和尚 大菩萨 他们从来没有太多的话 因为讲这么多 都是没用的 要自己做 做出来像菩萨 你天天跟老公说 你相信我了 我要成佛了 老公 我要改脾气了 我保证不再吵架 光说是没用的 你要做出来 让它看到你是个菩萨 一棵树因为有了根 才会开花结果 我们有一棵佛的根在心中 才会开花结果 如果你立不住根本 你就永远不能成菩萨 成佛 那么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人格 自己的佛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人要有良心 现在很多人赚钱没良心 争名夺利没良心 为了自己伤害别人没良心 这就是没有人的本性 佛法会令众生觉悟 在六道的众生中 人道的众生是最容易觉悟的 你们坐在下面 你们是不是很容易觉悟啊 师父问你们 六道轮回里面 你要跟老虎说 你行行好 你慈悲一点吧 这是没有用的 他照样咬你 如果你跟一个人这么讲 他还会有点良心 对不对 因为人道的苦难多 所以佛说 五成法 就是人成 天成 身文成 圆觉成 菩萨成 以人成为本 在这五成里面 人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和阿修罗道 还有鬼道 所有的道 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肉身啊 因为你们去做功德 要靠手靠脚 要有真的身体 六道里面 只有人道 是有根有本的 那就是你的肉身 根是什么 就是你的佛性 所以 既有身体 又有灵魂的 就是人道的众生 其他的道 都是只有灵魂 没有身体啊 为什么人 能够直接成佛 就是这个道理 修心 要注重自己的人格 成佛 也就在人道 佛有大佛 小佛 菩萨也有 大菩萨 小菩萨 鬼也有 大鬼 小鬼 人也有 大人 小人 大人的意思 是什么 并不是说 人大 过去 经常有人说 大人 冤枉啊 大人 你救救我 这里的大人 是有官位的 这个人 是很明智的 小人是什么 这个小人 不是说 人小 就是小人啊 是指他的行为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现在明白 六祖会能大师 讲的 这个话了吗 学佛人 应该在人道 就修成菩萨 人就这么一辈子 你今天开悟了 就要狂修 这辈子 一定要 一事修成 一定要成佛 不能再到人间 来吃苦了 因为下一次来 你都不知道 自己在哪个道了 如果你在天道 你是没有身体的 如果你在畜生道 你是闻不到佛法的 如果你在鬼道 你是学不到佛法的 你在鬼道 已经是受 另外一个道的管理 你没有肉身 你没有资本 去做功德 你连手脚都没有 你用灵魂去做 哪来的力量啊 就像你们现在 想着 我帮爸爸妈妈 做点事情吧 但是你躺在床上 你身体不大好 看见妈妈进来看你了 你想过去 给妈妈拿个板凳 妈妈七十多岁了 颤颤悠悠地 到你的房间里 女儿啊 我来看你了 你那个时候 躺在床上 也不能动 手脚没动 但是你的心里想 我现在应该帮妈妈 拿个板凳 你的意念 能够做到吗 六道当中 只有人道 有真实的身体啊 你就是 有好的灵魂 也要在 你的身体当中 发挥出来 对不对 所以 人道 是我们想修成 菩萨的 最好的机会 六道轮回 在三界当中 来回的流转 苦不堪言 很苦啊 你们说 哪个女人不苦啊 师父看你们女人 比男人苦得多 就是这个头发 还有天天化妆 就要花去多少时间啊 女人真的苦 家务 孩子 上班 还要怕被人家讲 生理上 心理上 所承受的压力很大 苦啊 所以 不能欺负女人 欺负女人的男人 不算男人 泰坦尼克号邮轮 在沉没的时候 一千多人死了 当时 最富有的 一个钢铁大王 他把自己的救生衣 脱下来 给一个 不认识的女人穿上 还有很多绅士 全部都是 很有钱的 人家叫他们 上救生艇 他们坚持把机会 让给了女乘客 自己笑微微的 跟船 一起沉下去了 有三个日本人 化妆成女人 混上了 救生艇 逃生出来 回到日本之后 这个事情 被曝光了 他们一直在 羞愧当中 度过了余生 为了这件事情 他们最后死的时候 都痛苦不堪 这哪里像个男人啊 所以 跟女人争斗 吵架的 不是男人 师父教育你们 学佛 就是学做人 要先人后己 为什么 要照顾女人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不能 在三界轮回 要懂得 除三界 就永无 轮回之苦了 只要你出了三界 你就永远 没有轮回 所以学佛人 必须要 修出三界 你在人间 好像自己 学了很多 学习了很多的佛法 你以为 自己很了不起 可是 师父告诉你们 修不出六道 这些一点用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做到 讲的再多 也是空谈 成不了菩萨 成不了佛 所以 只有在人间 学佛的人 才能彻底的 出离三界 现在 你们知道 什么叫 世出世间法了吧 就是说 我在这个世界 我要出离 这个世间法 叫 世出世间法 大家现在学佛 像这种 世间法 和世出世间法 都要学 先学 世间法 就是为了将来 离开世间 离开 三界 轮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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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